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有多久没看电视了 这个问题我问了身边很多朋友 大多数人给我的答案是 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没有看过电视了 或者说家里那台电视机真的 也就每年打开那么一两次 甚至有很多年轻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根本就不考虑电视的位置了 要知道过往20年 大多数中国家庭在装修客厅的时候 那个电视机一定是留在C位的 我们一定是把电视当做整个客厅的 最重要的一个摆件的 可是今天很多人干脆把电视这个选项取消掉了 而且你以为取消掉电视选项的 只有广大的年轻人吗 不是的 电视最忠实的受众广大的中老年人 现在也在大踏步的抛弃电视 很多老年人说 我刷个手机 刷个短视频 刷个物都非常方便 谁要去看电视啊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远离电视机了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今天的电视越来越难看了 这个难看不是指节目难看 而是指操作起来太复杂 倒退几十年前 模拟信号时代 看电视不要太容易啊 一个按钮 你就能把电视机打开 每家每户也就那么十几个台 你用遥控器也行 你直接去换频道也可以 总之那个时候看电视太容易了 甚至当多个电视台竞争大战的时候 你这个台播广告 我迅速的零点一秒都不需要 我就切换到下一个台了 那个时候电视换频道 电视收看 真的跟我们今天刷抖音 刷快手 没什么区别 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知道 你的节目得精彩啊 不精彩两三秒的时间 观众就要换台了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咱们这个电视的收看是越来越困难的 最开始嘛 很多家要装这个有线电视 安了鸡顶盒 人均两套遥控器 拿这个遥控器换台 拿那个遥控器调声音 有的时候切换不及时 声音还忽大忽小 我们已经感觉到有点麻烦了 而近些年来呢 大量的智能电视兴起之后 大家发现俩遥控器都不够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 你打开电视 你以为你就能看到电视吗 不是的 你会收看很长很长时间的广告 然后进行不断的操作 甚至要绑定一些APP交费用 你才能看 更关键的是 你以为你交了一次费用 你就能看所有的电视吗 也不是啊 有的时候平台不一样 这个电视剧是某个平台独有的 你交费这个平台没有 你就看不了 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平台已经交了会员了 对不起 人家告诉你说 我们还有一些优先看的节目 我们还有一些独家引进的节目 你得额外交钱 你不交钱 你照样看不了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看电视啊 就是因为看电视太麻烦了 甚至有人还搞了一首大游诗啊 一台电视机 两个遥控器 30秒开机 40秒广告 五种会员制 六七成 看不了 八九成找不到 十分之难受 我觉得写这首诗的人太有生活了 他真是把我们普通观众看电视的时候遭遇到的各种困难描绘的淋漓尽致 咱别说一个中老年人 你就是一个年轻人面对这么复杂的电视操作系统 大家也只能望洋兴叹 尤其是商家们不了解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心语吗 我们是愿意花几千上万买一台电视的 可是你让我一年花一百多两百买一个会员 我不愿意 何况你还得让我买五个会员 有的电视剧进行到精彩的时候 还得再花一笔钱优先 消费者不愿意的 比如说网购的时候 不管你这个商品多贵啊 只要你包油 我就感觉占到了便宜 不管你这个商品多便宜 只要你额外要加收运费 我就感觉到吃了亏 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消费者的心态啊 你商家是不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态呢 结果你收的会员钱越多 大家打开电视的可能性就越小 当然我们也理解各大厂商 不同于传统的电视 智能电视产业链涉及内容服务方 牌照持有方 平台运营方和电视硬件厂商等多方主体 各种人马混战其中 终端消费者自然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程序设定了 比如说在硬件价格下落的背景下 电视厂商呢 就希望从软件收费上增收 现在消费者很精明啊 一个大屏电视 不管是75寸的 它是100寸的 你这个价格是很公开透明的 你这个厂商敢卖的价格比别人贵 对不起 我就选别人家而不选你了 所以很多硬件厂商都说 真的他们卖大屏电是赚不到几个钱 所以他们就想从软件上把钱收回来 而另一方面呢 内容竞争现在也是愈演愈烈啊 各大视频平台呢 是着急把买断资源 再提高会员价 区分会员体系的那一套搬到电视端 各方凭借渠道内容优势 哎 准备狠捞消费者一把 结果最后呢 使得消费者只能用脚投票 远离电视 远离到什么状态呢 据业内统计啊 今年上半年 我国采电市场销售量只有1467万台 同比下降了12.2% 已经连续五年销量下滑了 是的 恶性循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倒退几十年前 我国普通老百姓是可以一年不吃肉 攒钱买一台电视的 但那个时候啊 好歹你把这个电视买了之后 它会成为全家的娱乐中心 而且你买到之后感觉到超值啊 我每一天都可以去看这个电视啊 它没有太多的后续费用 也就是花点电费钱就得了 再到后来呢 各地的有限电视兴起之后 对于普通家庭来讲 也就是一年花个一两百块钱 我能看到上百个频道 好吧 我也忍了 可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 你花了几千上万买来一台电视 这只是第一步啊 你未来要看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对不起 你还要花很多很多钱 不但要花钱 而且操作起来还很困难 所以难怪越来越多的人 不只是年轻人 还有中老年人也在抛弃电视了 由于大家看电视很麻烦 很操心 所以我们在远离电视 那么生产电视的厂家赚不到钱 接下来呢 各地有限电视实际上活得也很不好啊 倒退十年二十年 一个中等城市的有限电视运营商 一年能收几个亿的有限电视费 那简直是躺着赚钱 你把线路铺完了 直接数钱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由于终端电视销售数量越来越少 销售了的电视呢 开机率也极低 导致大量的年轻人 甚至电视买回家 根本就不去办理有限电视 所以现在有的城市的这个有限电视运营商 已经处于一个亏损状态了 而且接下来这个亏损的链条 还要往电视台传导 道理很简单 大家买电视是要看电视节目的 你的电视节目够吸引 我愿意买更多的电视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继而呢 广大厂商愿意投广告 所以产业就越来越红火 而现在呢 一方面电视不好卖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呢 广大厂商也意识到了 没有什么消费者看电视 那我干脆就别在电视端投广告了 继而呢 广大电视台没有钱 也没法做出很精彩的节目来 所以现在我国虽然空有几千家电视台 但说实话 我觉得还能正常运营 还能盈利的 恐怕也就十几二十家吧 这些家呢 好歹还是上星台 他们可以辐射全国 所以还能活得不错 而大量的市级电视台 由于不能上星 只能覆盖本地 所以呢 真是入不敷出啊 经常有很多电视圈的朋友抱怨说 他们那个电视台已经几个月 一两年都不发工资了 没办法 事情就是这么残酷 当大多数人都抛弃电视之后 那当然电视台 它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它也拍不出更好的节目 它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它就只能不断地沉沦下去 尤其是我觉得 对于广大电视台 尤其是那种市级电视台来讲 还有一个噩耗 那就是 如果中老年人都抛弃电视了 大家想想 他们还能存活下去吗 要知道 今天真的很多不入流的电视台 他们的主流收视群体啊 就是中老年人了 那么他们的主流广告收入呢 就是来自于各种各样卖药的收入 好歹很多中老年人 以往有看电视的习惯 而且更加相信电视台播出的内容 所以很多电视台 今天搞个健康节目啊 明天搞个老年节目啊 后天搞个文化节目啊 其核心目的呢 就是帮助厂商推销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和老年产品 好歹还有一大部分的中老年电视观众 他们看了这个广告 真有可能花钱 厂商能赚到钱 才愿意交广告费 而接下来 如果大量的中老年人也因为电视开机太困难 干脆抛弃电视 那么真的 传统电视台连这块蛋糕都吃不到 那就只能等着倒闭了 是啊 对于今天的中老年人来讲 电视真的太不友好了 我开一个电视 要等几十秒看广告 拿两三个遥控器 选这个会员 选那个套餐 甚至有时候你手机还得连上家里的WiFi网 用手机操作 没有实体按键 这些对中老年人来讲都太麻烦了 那我还看电视干嘛 这两年以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老年人上网的比例 急剧提升啊 尤其是很多小视频平台 那个对老年人太友好了 你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不喜欢看这个内容 直接滑走就好了嘛 甚至真的有很多老年人感觉到 他们通过看小视频平台 学会了网上购物 以往你说你用手机登录一个电商平台 那个字又小 东西又多 图案又繁复 老年人看不清楚 现在好了 我刷小视频 感觉到这个东西很棒 直接点购物车就买了 难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对网购也非常的喜欢了 所以真的 我觉得广大电视台要意识到这个危机 那就是由于电视操作太困难 中老年人抛弃电视之后 他们还有什么收入来源呢 当然 我觉得各大视频网站 也应当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你不能分铃而略 何则而鱼 是的 今天各大视频网站为了抢独家的资源呢 要花很多钱 一个新的综艺节目 一部好的电视剧出炉之后 各大视频网站使出浑身解数 花重金把这个资源买到手 有的甚至 直接在拍摄阶段就参与投资 这个没有错 各大视频网站把这个资源买到手之后 当然要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那就是推销给自己的会员 不管是手机端的 还是电视端的 可是有的平台是不是吃相太难看了 我都是你的会员了 我已经一年给你交了一两百的会费了 我应当可以完整的收看吧 结果到最后几集 你给我来个抢先看 你要想看还得额外花钱 当然了手机端看要收钱 电视端看还得额外再交一份钱 难怪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感觉到不满 尤其是广大消费者买了手机端的会员之后 就会觉得再买个电视端太不值当了吧 所以干脆大屏我也不开了 我就干脆用手机来看算了 表面上看 各大视频网站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但实际上 你这样进一步降低了电视的开机率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电视 那么未来恐怕整个电视产业都要因此而崩塌 而各大视频网站 那你将来就没法在电视端再收钱了 你也减少了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 所以真的看电视的问题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阶段了 最近广电总局就联合有关部门 开展了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试点工作 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啊 有1.29亿的电视终端完成了电视套娃收费整改 收费包压减50%以上 全国范围内80%的有线电视终端 85%的IPTV终端已经实现了开机看直播 而且从11月开始到明年年底 治理工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展开 是的 我们当然应当让行业野蛮生长 但是当这个行业生长到一定的状态已经危及了整个行业发展的时候 是应当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规范调整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了 否则你让电视越来越难看 就只会让消费者越来越远离电视 那么会不会终有一天没有人再去买电视看电视呢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consolidated&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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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